韩国的食物 刚下飞机是觉得特别凉快 挺舒服的 然后一下飞机就吃到了 我最喜欢的韩国的食物 所以就会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非常特别的一部电影 而且可以让我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比如说我可以学习韩语 还可以学到杂技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 它是一部人与动物之间感情的电影 所以因为我也是挺喜欢动物的 所以就决定参加这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开始拍摄之前的大概两个多月 我就有开始做韩语的学习 那老师就是这位翻译姐姐 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就觉得对这个台词还是有了一定的把握的 但是怎么用这个台词去表现我的感情 还是会有点困难 因为如果我说中文的话 我可以通过像语速啊 还有语调就可以体现出我的感情 但是韩文的话毕竟还是一门我比较陌生的语言 所以还是会有点困难 但在拍摄的时候导演 他就一遍又一遍的 示范这台词该怎么讲 然后他说一遍 我跟着念一遍这样 然后就一直是这样的方式 来过这个台词这个关卡 第一次来韩国拍戏 可以跟京岛合作 觉得是挺荣幸的一件事 因为之前京岛的《崇尼大翻身》 就几年前我就看过 并且非常喜欢 就每到结局都会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很多同学跟朋友 也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次跟京岛合作 我发现 我也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韩国导演都是这样的 就是京岛他特别喜欢去演 因为我在中国拍戏的话 导演一般都是比较倾向于 去跟演员用说的去说戏 而不是直接表演一遍给演员看 但我觉得京岛这种方式 也是挺特别 而且挺有用的 就感觉非常的明了 马上可以知道 他想让我表演出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 사실我现在《崇尼大翻身》 看过《崇尼大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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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既有非常欢笑的时候也会让人非常感动 所以是一部老少接一 大家都会很喜欢的电影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